过来个大洞啊兄弟们 这是个啥 前赛季刚上线 就来了这些个妖魔鬼怪 辉哥 不是鬼 我是小镖头 今天弹仔岛更新 出现了一个炼弹炉 我们保镖队成员都越越欲试的跳了进去 结果就都变成这样了 辉哥 你快救救我们 女儿姐姐也遭殃了 她跑进传送门里面了 虽然这个赛季的主题是圆岳哥特 比较阴森 但也不至于这么邪乎吧 不仅又是新赛季的bug 你们先闭急 我进去看一下玉儿 老标队队长辉哥 你终于来了 你是哪位 我是这里的主人 暗夜皇女得前拉 相信你 应该也看到了那些东西 如果想救他们 就救出你身上的所有蛋壁 臭玉儿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 喂 辉哥 你怎么猜到的 你的皮肤太假了 一眼就能看穿 老师交代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其实是我先发现的bug 我们先把身上的衣服换成蓝皮 然后来到新赛季 更新的练蛋炉 跳进去 随机变成一个动物形象 随后再使用组合动作 就可以变成这样 好玩一点 竟然想利用bug骗我蛋壁 哎呀 辉哥 你不觉得 这个赛季的真正皮肤 和我很大吗 我好喜欢 哎 辉哥 我可没蛋壁啊 辉哥 别藏了 其实我已经通膜上过你的账号了 我知道你有800多彩虹币呢 嗨 你个玉儿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把他骗走 哎 玉儿 你先别着急抽奖 我其实也发现了一个好玩的 听说蛋仔派对 和抖音的小伙人联动了 还出了很多联动装扮 你说咱们既是蛋搭的 又是抖音好影 为什么不合养一只小伙人呢 到时候 咱们就可以一起打游戏 一起装扮小伙人了 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 那我现在就去看看 嘿嘿 兄弟们 你们也可以去试试哟 拉成现在 咱们赶紧抽奖 那在进入盲盒之前 小伙伴们可以给视频来个点赞 帮回个积赞一下武器 800多彩虹币准备就绪 咱们直接第一发十连走你 紫色的光 我天 不会第一发就出紫皮吧 做梦呢 我想多了 是一个动作 没关系 咱们继续第二次十连 又是紫色的 配饰 兄弟们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呀 两次十连都没出什么好东西 咱们再来一次 握了个豆啊 全是垃圾 嘿 刚一 差不多也该让我回下雪了吧 来了来了 第一个紫皮 可爱的幽灵猫泥沙 女娃娃的大眼睛 真招人心遗憾呀 继续抄 咱们的目标是制针皮肤 依我对刚一的了解 这次肯定全是垃圾 继续继续 啊 彩色的 难道 是一个制针背包 继续继续 完了呀兄弟们 八十抽了 我第二个紫皮都还没出 这也太没了吧 来了 好 紫皮全部到手 那这针皮肤 应该也离我不远了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哎 彩色的 你看我说啥 来回一颗怎么可能是大包地 你好 啊 咱们又是个配饰 没关系 刚才给咱们开了一个小玩笑而已 这一发失联背出 完蛋 还是高估了自己 第140抽 这次总该出了吧 兄弟们 还真是保底呀 好 那个辉哥 竟然利用小伙人 把我骗走 自己偷摸在这里臭皮肤 我赶你大保底 不管 你今天说什么都要送我皮肤 啊 行 那这样吧 就说新赛季的皇冠很难拿到 你们两个谁先取的皇冠 我就给谁送皮肤 怎么样 那有意什么 你走吧 诶 女儿 你不讲武德 等等我 兄弟们 快利哦 抽了个大保底 我现在的心还在滴血呢 哪还有单臂送他们皮肤呀